大陸體操奧運 非常厲害的選手 有請運動員入場 現在我們要進行的是開場儀式 主演奧運 好 那麼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運動員 技巧混雙 全國冠軍黃燕 技巧是我們常常講的迪羅漢的 這種體操比賽 技巧男子四人 全國冠軍周毅 他有雙人組 有三人組 有四人組 全國冠軍烏烈秋毅 全國冠軍王磊 體操裡面包含有男子競技體操 女子競技體操 接下來包含有運力體操 他們說的技術體操 接下來還有所謂的彈番床 還有奧運冠軍何文娜 何文娜這次拿奧運冠軍 奧運會冠軍 陸春龍 陸春龍也是男子的跳彈番床 他們叫做崩床 奧運會冠軍 這是女子競技體操選手 這也是女子競技體操選手 奧運冠軍 李珊珊 李珊珊 奧運會冠軍 江玉媛 現在都是在這一次女子團體部分拿下金牌的女子團體 那當然何可欣 奧運會冠軍 女隊的隊長 陳飛 哇 這個是最知名的陳飛 真的 男子團體以及鞍馬冠軍 蕭青 這是鞍馬王 他的鞍馬是世界無一批底的 陳宜兵 陳宜兵是調皇的環王 自由體操 單槓團體的三面金牌周凱 周凱 這個乳臭未乾竟拿了四塊金牌 還有參加過三間奧運會的黃旭 藍隊的隊長 隊長 他這次團隊冠軍 其他都沒有 但是沒有他啦 團隊拿不到關鍵 當然 李小鵬是最傑出的 他同時參加過三屆的奧運 讓我們再以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開幕演出 好 在介紹完選手運動員進場之後 馬上要進行的是這一次大會演的開場表演 今天 首先登場的開幕演出是一項綜合性的表演 集合了競技體操 技巧體操 韻律體操與一生的團體表演 當然可以欣賞到的是競技體操的驚險 藝術體操的柔美 以及技巧體操的巧妙配合 剛才我介紹的體操裡面包含了七大項目 剛才講的彈翻船 接下來有特技體操 還有一個所謂的騰翻體操 還有一個迷你彈翻船 所以這個加起來七相 綜合表演非常好看 現在在兩人小組的技巧體操 在穿那個紅色金黃的 這個是競技體操選手 現在給大家介紹的是藝術體操 這個藝術體操就是我們所謂的硬力體操 藝術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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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做的鞍馬 是消輕的擺動 擺動正交叉 藝術體操 藝術體操 現在在做了陳毅斌的十字支撐 藝術體操 現在黃細的黃槓 擺動倒立 藝 藝術體操 單槓正後向後大回環 一直在做的向後後手環 現在做高低槓的 女子自有體操 接下來是十二瓶荒公尺 接下來是跳躍的 彈斑床的 混合技巧體操 實相的介紹 實體後空彎兩周再接 真的目不轉睛 接線太多了 太好看了 怎麼辦 我們選擇看 從地板開始 體操 體操 現在整個表演的會場上 每一個不管是器材 還是整個場上 剛剛是讓人目不暇急 他等一下會是一項一項開始 這是有備而來 他們彩排了N次 每次他們要來台灣以前都先 即興了至少一個月以上 地板做分腿危險 這是基本的 現在在地板上運動也相當廣敞 雙槓 那個 安麻 馬上不可以做 太棒了 有我們這麼精采的開幕演出 其實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們今晚的演出會有多精采啦